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嫁来煮啊 从来没想过 我以前有话想过会去美国啊 真的是我在那边所期望的老公的样子 都在我现在老公的身上 想想的厨艺秀又来了 今天晚上来煮一道马铃薯炖鸡肉哦 加一点点酱油和蚝油 稍微翻炒一下 再换到砂锅里 盖上盖子小火焖就行咯 煎鱼真的是最麻烦的事情呢 因为会喷着琉璃台到处都油油的 大部分的时候我都用清蒸或是烤箱烤一下 晚餐煮好可以吃饭咯 谢谢天赋阿免 阿免 老爸可以吃这个吗 我现在照面陪我家小朋友玩出来活动活动 现在我家小朋友长大了都可以自己溜了 像以前啊爬爬什么 像以前爬小阶梯 还有蛋鞦韆 还有蛋鞦韆也都是我陪着他 现在他都会自己玩了 变得轻松了很多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回家来台湾 哎呀 从来都没有想过 就像以前很流行那个台湾的偶像剧也没有想过 我从来求一下姻缘这样子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在十字山就学着我妈的样子 然后我还问我妈 我说哎这个这个 在这个祈求之前要要说什么呀之类的 然后我妈还叫我说你要先报出你的家庭地址啊 出生年月日啊 名字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认真了 在那边 在那边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求的是什么神仙 然后就在那边讲 我说我最近谈了一段感情 讲到这段感情是没有结果的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玩吗 好玩 我就觉得说假如这段感情没有结果就尽快断掉 嗯 然后呢就希望找一个有始有终的有缘人 那我是怎么求这个有缘人的 我求说我希望我可以 嗯 嫁得你家里远一点 我希望年龄比我大一点 希望体贴一点 希望婆家的人都好相处一点 嗯 然后呢 我希望他大概 就是高一点 一米 一米八这样子 哈哈 可是就只有这一点没有 没有实现 其他的全部都实现了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找的 老公 就是跟我当初 呃 想的 理想的那个样子 可以说是 百分之九十九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因为就只有身高不一样 哈哈 身高我是起求一百 一百八十公分 那我老公的话 他是 一八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 反正就身高不一样了 其他的全都一样 买了羊头 好 回家回家再来一次 好啊 回家再来一次吧 我跟我儿子选了好多东西 结果发现没有带钱包 好好笑 把柠檬放回去 还有这个 这个放回去 那我们下回家拿钱包吧 钱包带来了 可以大胆的购物了 放进去吧 然后拿呀买 然后就没了吧 袋子塞满了就不能买了 每一天带子买呀 买了 要拎着 就这样拎着 它才不会掉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把小孩要的东西买回来了 我可以先想先吃一个冰棒呢 可以呀 来吃吧 洗好手就可以吃了 我洗了 你洗了没 黑柠檬 你洗了没 我还没洗 我把东西弄一弄就来洗手 自从那一次在石竹山 说了自己的理想不到之后 然后就遇到了我老公嘛 就觉得 这是巧合吗 还是天意呀 然后大概过了两三年 我跟我老公的感情嘛 就是坚定稳定 然后我的那个工作单位 有一次就是春游还是什么的 结果我刚好是去石竹山 然后那一天我本来是有要上班的 但是刚好想到说 诶 我会不会是刚好在那边求得了这段缘分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 就是感谢一下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调班了 刚好我有同事也不想去嘛 因为要爬山 那我就说那我跟你换我要去 我要去那边 那个叫什么 黄苑 那个是叫黄苑嘛 我也不太懂 说是黄苑 结果我去那边 我又 我又祈求了一个苑嘛 我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段缘分我就很喜欢啊什么的 那但是就是家里那时候也是会反对嘛 就会让我有些疑虑想说 这段缘分真的会走会有结果吗 这样子 毕竟家人太反对了 然后后来我就就在那边默默想 默默想说 假如这段缘分依然是没有结果的 就希望不要不要太难搞 因为毕竟家人都反对 那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然后我就说 假如真的是有结果的一段感情 嗯是不是应该尽快 毕竟也都也都两三年了啊 感情也都蛮稳定的了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先生一个男宝宝这样子 就是结了婚以后可以生一个男宝宝 结果一切都又都是真的又生了一个男宝宝这样子 刚刚上网看了一下十足山的分景区 然后才发现原来很多女性都会去那边祈求好的姻缘 而且也都很准 我自己想想也确实非常准 我今天早上真的是 我觉得自己怎么会脑袋空空啊 昨天的时候 我那个电动脚踏车已经没电了嘛 昨天还想说一定要接着充电 可是回到家门一打开我就忘了一干二净了 今天早上是我叫小朋友去晒学 刚走出门口 一看到脚踏车我就立刻想起来 糟糕忘记充电了 跟我儿子两个人用小跑的跑啊跑就跑去晒学 还好他没有迟到 我的脑袋瓜怎么会常常万东万西的呢 真的觉得有时候很怀疑自己 一定是 是不是 应该是 有的没的事情想太多了吧 然后重要的事情都忘关了 这个事传续 我们可不想 我们可不想 我们可不想